欢迎来到六度解析 我们为您带来南华早报消息 对于中国谨慎的投资者来说 游戏的名字是债券 长期债券 他们在安全中求胜 本周 第一批数万亿人民币的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 面对看空中国经济前景的投资者 引发了一场争抢潮 今年 这些全部发行的债券将以渐进销售的方式发布 地方政府着眼于提振经济的项目 正准备争夺这笔资金 对于中国罕见发行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浓厚兴趣 似乎反映了投资者对避险资产的需求 他们在经济不确定的时期中选择避险 与此同时 地方政府在不断增加的债务压力下 誓言争取这最终相对较小的资金 用于全国各地的经济提振项目 今年计划发行的这部分超长期国债 总额为1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380亿美元 其吸引力如此之大 以至于首批30年期债券在周三开始交易时 上海和深圳股市的价值均飙升超过20% 导致交易暂时终止 在此之前 北京推出了新的房地产支持措施 中国人民银行提供了1万亿元的额外资金 并放宽了按揭规定 地方政府被要求从开发商手中购买未售出的房屋 并将其转换为保障性住房 分析人士表示 加快政府债券发行有助于稳定信贷增长 而信贷增长在4月份也急剧放缓 在深圳一家商业银行的私人银行部门工作的丹尼尔断表示 他的一些客户已将存款转移至超长期国债 银行利率低 而政府债券利率相对较高 银行无需放贷 断说 银行存款在下降 银行贷款在下降 所以基本上银行资产规模在缩小 这并不是财政部首次出售超长期国债 1998年 2007年和2020年也曾发行过 但与以往不同 这次的1万亿元将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评分 因此 地方当局将希望能获得其中5000亿元用于合适项目的部分 但也因此带来了不确定性 虽然李强总理表示 这些债券将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促进高质量发展 但具体的资金用途尚未确定 整个1万亿元的筹资将不计入预算 因此 尽管债券的发行将导致官方政府债务的总体增加 但不会反映在官方财政赤字中 北京已将2024年的赤字战GDP比例设定为3% 政府赤字将比2023年增加1800亿元 前财政部长楼继伟在3月29日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演讲中 对这些特别国债提出了透明度的担忧 将额外的1万亿元赤字纳入政府预算将提高资金使用的透明度 然而将这些支出归类为特别国债并纳入政府运营基金预算 将使资金的具体用途难以明确 楼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微信官方账号5月9日发布的讲话稿中表示 由于利率较低和长期房地产市场低迷 一些投资者包括一些较小的中国银行 无视期限风险 抢购长期债券 导致最近几个月其收益率创下历史新低 对于机构投资者来说 每年超过2.5%的主权信用利息还不错 还是30年的 广州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投资银行家说 财政部通过拍卖出售了第一批总额为400亿元的新特别国债 平均收益率为2.57% 每半年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利息 直至债券在2054年5月20日到期 第二批特别国债于周五发行 国家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报道称 40亿元的20年期债券销售定价为2.49% 将于5月29日上市 深圳一家私人银行公司为高净值客户提供服务的金融顾问陈安妮表示 首批债券的主要兴趣可能来自于机构投资者 这些机构代表客户或成员投资资金 他说 非专业的零售投资者通常更倾向于股票和基金 这意味着这些机构预期长期内利率会下降 陈说 并补充到 投资超长期债券的投资者可能更为保守 他们可能拥有较大金额的资产 目前没有看到好的投资渠道 所以会在超长期国债中分配一定金额 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意外回升 但4月份的关键数据显示 国内需求疲软 尽管工业活动激增 房价下降情况却在恶化 在3月向中国最高立法机关做政府工作报告时 李总理表示 超长期国债的发行可能会在未来几年继续 一些筹资将投资于国家战略和与国家安全相关的领域 据知情人士透露 财政部今年将发行1万亿元特别长期国债 计划包括3000亿元的20年期债券 6000亿元的30年期债券和1000亿元的50年期债券 中国顶级经济规划机构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发言人李超 在周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国家发改委一直在与地方政府和部委紧密合作 梳理和准备项目以供特别国债使用 这些重大项目是可以立即投资的 李超说 一旦资金到位 施工可以加速进行 东部沿海省份浙江市公开表示 将积极争取部分资金的省份之一 浙江省政府智库浙江发展和规划研究院副院长潘一刚 在5月19日浙江日报 投版报道中表示 特别国债为地方政府投资平时无法启动的项目提供了机会 尤其是一些公共服务领域的项目 如工人住房改造 越早开工 效果越好 潘在接受国家出版物采访时表示 但由于资金问题 这些项目可能从未获得资金 超长期特别国债可以改变这一点 这篇分析文章的主要观点如下 投资者的避险行为 面对经济不确定性 中国投资者纷纷购买罕见发行的超长期特别国债 这些债券被视为避险资产 地方政府的资金争夺 地方政府在不断增加的债务压力下 争夺这部分资金已用于经济提振项目 然而 由于资金总额有限 这引发了激烈竞争 债券吸引力强 超长期国债的吸引力很大 首批30年期债券 在上海和深圳股市的价值均大幅上涨 显示出市场对其需求旺盛 政府措施的支持 北京推出新的房地产支持措施 中国人民银行提供额外资金并放宽按揭规定 地方政府被要求购买未售出的房屋 并将其转换为保障性住房 现代增长稳定 分析人士认为 加快政府债券发行有助于稳定信贷增长 尽管4月份信贷增长放缓 高收益率吸引投资者 政府债券的高收益率吸引了大量资金 转移到超长期国债 银行存款和贷款均在下降 透明度和管理问题 前财政部长楼纪委 对超长期特别国债的透明度提出质疑 认为这种分类方法使得具体资金用途难以明确 降低了财政管理的透明度 未来发行计划 财政部计划今年发行总额为1万亿元的特别长期国债 并可能在未来几年继续发行 这些债券的收益将用于国家战略和与国家安全相关的领域 总体而言 文章指出 在当前经济环境下 超长期特别国债作为避险资产备受青睐 同时也面临着透明度和管理上的挑战 楼纪委对超长期特别国债的批评主要集中在透明度问题上 他指出 将额外的1万亿元赤字纳入政府预算会提高资金使用的透明度 但是 当前将这些支出归类为特别国债 并纳入政府运营基金预算 导致具体资金用途难以明确 他认为 这种分类方法使得追踪和监督资金的具体使用变得更加困难 从而降低了财政管理的透明度 这种分类方法使得更加困难 这种分类方法使得更加困难 在这种分类方法使得更加困难 我们现在的分类方法使得更加困难